今年7月底 家具卖场IKEA桃源店开幕 当时人潮众多 想报传出来说有妈妈带着小孩前往去消费 却受困在电梯里面长达半小时时间 事后人脱困了 但是业者没有斗欠 只给了每个人一张餐券跟一杯水来作为补偿 这也让消费者相当错愕 不能接受 家具卖场IKEA桃源店7月底开幕 才开幕没多久 却传出一家人来卖场消费 被困在电梯里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 补偿是有一点点心理作用而已 但是实际上那个时间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开工前的测试其实现正上都是应该要更仔细 我觉得应该要给更合理的情绪 实际走一趟卖场可以发现 平日上门消费的人就不少 而受困的这家人 九名大人 三名小孩 也是在日前前往IKEA 没想到一家人受困在电梯里半个小时 期间店家并没有停止电梯的运作 只是口头告知电梯故障的情况发生 最后是靠着消防人员脱困 而且店家并没有道歉 只赔偿每个人一张餐券跟一杯水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了电梯厂商 然后同时相关的主管呢 大家都守在一楼等待 但是电梯启动之后呢 就是就转往B1了 所以说门打开的时候 当下才会发现没有看到人 IKEA喊冤只说是误会一场 故障电梯最后是停在地下一楼 而店内的值班主管 还有电梯厂商都在一楼等待 才会造成客人离开时 没有看到店内的人员 之后店家也跟电梯厂商讨论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王小华 桃园报道